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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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神 好精彩的见证,多谢你 对我来说应该是玉哥来的 大九点点而已 玉哥照 mixer了一段时间 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在座这里 我想大家一齐来举手 谁回了我们这个家 有一年或以上的,请你举手 应该是大大大部分 继续你的手 三年或以上的继续 五年以上的 都挺多的 十年或以上 开始小一点 十五年或以上的呢 二十年或以上的 好厉害了 我不再问上去了 因为再问上去 大底可能暴露了你的年纪 感谢神呢 我又很记得的 我是九七年开始回来的 九七年呢 当年我就十八岁 拼拼脆的 回来二十年了 要是很感恩能够 认识到这个家庭 也很感恩耶稣去吸引着我 继续留在这里 我去想呢 有什么神带领我去吸引我 去继续留在教会呢 我觉得有几方便 首先第一 当然是有耶稣先了 第一 就是当中我可以经历到我 神认识到我主 同时我去想呢 教会的异象 其实带领我 教会的异象 吸引我呢 我知道我人生有方向 有价值的 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都是人 就是呢 我们在座我的家人 这个是成为呢 我很愿意留在教会里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都是 你愿意留在这里的原因呢 我们这段时间呢 讲紧去爱我教会啦 我们呢 讲到说 我们才要认识我们一个家的面貌 其实是的 你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家里面的特质 你才可以舒舒服服 在这里呢 住得舒服的嘛 就是好像这么说 你来我家呢 我就说 榴莲 而不禁入口的 你千万不要带进来 帮你走的 这么说 你拜访我几次 这些榴莲 我每次都拒绝你的时候 你都不开心啦 你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家的面貌呢 你才可以配合得到 才可以住得舒服的嘛 这么说 为什么我们时不时要出击呢 为什么我们时不时 我们要搞一下嘉年华会 进入社区 1月1号好地地 都要走出去BBQ主日的呢 因为我们的教会 是有什么教会呢 我们是逛街的教会 那你要符合到我们教会的面貌 你才可以住得舒舒服服 做个自己的 所以呢 我们几次呢 都会继续再去看看 我们教会的那个特色 就是我们教会一个的DNA 由Day1开始 我们的长老级 我们流传下来一些 优良的传统 就让我们呢 继续成全下去了 好吗 好 现在我们呢 一起先一个的祈祷 哈利利亚 七位主日 我们多谢你 你是天上地下 所有父 所有家的父 我们多谢你 你作我们众人之父 带领我们能够回家 我们多谢你主 你简选了我们的认识 让我们呢 是呀 就是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改变 不再一样 爸爸多谢你主 愿意你祝福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你话语的时候 让你的道都对付我们的生命 好让你的道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结出果子 来到荣耀主来 主 特别也都让我们整个教会 继续能够同心合一的 活在你根前 成为荣耀你的教会 多谢你主 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下来这些人给我们的一声 多谢主 今天我们一起会看到 我们来到学习 以爱人去建立一个 我们的教会 去荣耀我们的一神 我想跟大家去看看 就说其实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 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当我们说要爱教会 其实你不是爱建筑物而已 你知道你在爱教会 其实是在爱我们的天父爸爸 所以我们才要认识一下 其实神是怎样看教会的呢 用我们来看《以课所书》一节的圣经》 第三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吧 原来教会一直都是 神心里面一个的傲秘 是他一件心事来的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想去认识神的心性呢 我就很喜欢的 阿斯今天呢 敬拜里面给我们读出诗篇 有只经文就说呢 神会给敬畏他的人亲密 我喜欢一个英文的版本是说呢 神会向敬畏他的人呢 咬耳朵 讲秘密的哦 你解到多几个神的心意 你就发了 同样 原来教会一直在神的心意当中 是一个奥秘来的 这个奥秘的意思呢 在三章六节讲 原来神一直在预备的 就是让外邦人 就是你和我 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一天借着福音 就能够与犹太人 能够一起同为后治 而成为一体 这个新的一体就叫做教会了 原来教会一直在神里面 是一个的心意 一个奥秘来的 可能你会说 这代表什么呢 谁都知道 其实这个讲法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因为他们只是以自己 是独一的选民为自居 他们根本没想过 原来周围的人都可以一同去信主 所以好消息是什么呢 今天神让我们有份 Amen 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感恩 我充满感谢 神啊 你竟然让我有份 多谢主 Amen 所以祝福你旁边 好吗 你是很有福气的 神让你有份 在耶稣里面 今天他在十架上面 吸我们去除所有肤色 或者种族的界限 神让教会成为一帮什么呢 被他选招出来的人 教会很简单 意思其实就是说 神所呼召 神所拣选的一群人 而神拣选得出来的 这帮人就有些目的 有些心意 就想他们达成了 而神对这帮被选招出来的人的心意 其实就在于 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圣经 神说要透过教会 彰显他百般的智慧 神说特别要透过教会 要向这个属灵的领域 表明神百般的智慧 彰显神的旧属计划的成就 换句话说 今天教会有个责任 要去荣耀我们的神 Amen 今天教会要去荣耀神 Amen 今天一个荣耀神的名的责任 就落在你和我的身上 我们先去想想什么是荣耀神 当我们回来主日 我们一起哈利虎 我们要敬拜着弱 我们高举主 是不是荣耀神呢? 是 但是外边的人知不知道呢? 我又很喜欢在我神学训练里面 有一位犹太籍的教授 他给荣耀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定义 他这么说 他说荣耀神就是 将神看不见的属性表明出来的 什么就是荣耀神呢? 他将神看不见的 他里面的圣情 去彰显出来 周围的人怎样认识到 我们神就是爱呢? 其实就是透过你和我 我爱心的行为了 周围的人怎样认识到 我们神是信实 神是公义呢? 就是看看你和我 老不老实了 是吧? 原来今天教会 再说就是你和我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要去反照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说去爱教会 其实我们在说 我们要去荣耀神的名 透过什么去荣耀神的名呢? 我们上次学习过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说爱神、爱人、 福兴家、舍国 影响世界 爱神必定是第一位 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说 三个爱神具体的表现 第一 敬拜是最优先的 记住敬拜 不是只是回来唱 这一刻是敬拜 是你日常的生活 就是一个侍奉 就是一个敬拜 同时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 加以应用 所以为什么要上主日学呢? 同时我们要让圣灵带领 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爱神的表现 而来到今天我们看爱人 我们透过保罗在依佛所书 在下半节 自第四章开始 他就指教我们 如何透过爱人 去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名的教会 所以让我们一起看 依佛所书第四章 头十七节的经文 虽然长一点 我想我们都能够一起 慢慢读出来 好准备一二三 我为主被囚的 劝你们 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写力保守 圣灵所持 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 一世一神 就是众人的福 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 给各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老略了仇的 将各样的恩赐赏 赏给人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升诸天之上 要充满漫游的 他所持的 有仕途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值等到我们众人在真度上 同贵于日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新良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众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 异教之风遥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为用爱心说成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达折各案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女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障碍帮人 传虚妄的心行事 最后一节说 行事不要障碍帮人一般 除那种虚妄如还的心行事 这是第十七节 其实这节经文好像一个转节句 将上一节引到下一部份一个新的主题 同时间 这里也比一个总结 总结有头十六节的说话 当我们说要学习 去建立一个以爱神荣耀人的教会的时候 一个的精结就是 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 不要再像好像适入 我们那种救人老饿的状态 不要将那些特质带进来教会 这段的经文可能我们也很熟悉 但我想今天当我们再看圣经的说话的时候 加多一个概念 就是去看圣经一种颠覆性 圣经存在一种颠覆性 不论是适入 或者对今天的我们 仍然都适用 意思就不是说 圣经的作者要去无风起浪 无事生非 特意去搞一些东西出来 推翻政权 或者破坏社会安定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颠覆性是说 圣经的说话要挑战我们的人生观 要挑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挑战我们重新以一个熟灵的眼光和角度 来思想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必然就如此的呢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保罗给我们三方面的挑战和更正 他教我们怎样来去荣耀神 第一方面 我们想看的是 要以持守合一 同心合二 来去荣耀神 而在这里 经文颠覆现实的问题是 是不是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充满问题的呢 你觉得是不是呢 我去搜寻上网 就在搜寻器里尝试输入有人的地方就 这样 你猜一下我找到什么呢 我找到最后三个搜寻的结果就是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姻缘 第二个最常出现的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好像小师傅那样 江湖 大佬的江湖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说 你们一定充满了是非 意见和批评 而第三个结果呢 出现的就是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你认同吗 可能你说 不是啊 我公司就是这样 是吧 甚至乎 我家里也 这样就惨了 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世间可能真的有人的地方就会冲件了问题 但是神的家回到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是否同样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出现呢 所以保罗去劝勉我们要持守合一 是揭力保守这个合一 其实合一也不是单单保罗的劝勉 主耶稣临死之前花上最长时间的讨告 就是求父保守信徒的合一 我们想象得到的 其实都是一帮完全性格背景不同的人 你的家庭 你的教育 甚至乎所谓你的政治取向不同的人 走在一起 难免真的有纷争 甚至乎经文中间那里讲的五重即使 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 有些人就想 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活出五重即使的服侍 那就哈利利亚 一定水到渠成了 那又是否必然呢 就要视乎那五重即使是否真的成熟才行 否则就是什么呢 所谓五重即使就等于五种的焦点 五个强调的所在五个眼光 这五种人就可以打架了 为什么你不着重我所注重的东西等等 但是不论你怎样的不同 有多少个分别和分歧 但也不能消磨就是主为我们所创建的合一的基础 就是在于这段经文和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彼此之间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一圣灵 一身体 一指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神 Amen 这七个一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其实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 圣灵将我们摆在同一个家里面 接受同一个洗礼 就是一个合一的施洗 圣灵就是合一的灵 所以今天其实你和我最大的责任 是要去持守这个身体里面的合一 透过什么呢 那两节的经文说 我们歌都经常唱 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一为一的心 是吧 我们很熟悉 里面有几个很好的素质 但我想问你的是 这两节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字眼是哪一个 再去想想 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字眼其实是哪一个呢 里面说的那些谦卑 温柔忍耐的质素是好的 揭力 尽全力去做都是要的 不过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字眼 是互相和彼此 要活出那些谦卑温柔 是不是只是你家随的领袖 组长、长老的责任呢 不是的 这个互相和彼此 就是说的一种的相向性 一种的互相都有这个责任的意思 换句话说 就是你和我要一起去活现这些素质 否则 单方面一只手掌拍不响 如何能够持丑这个合一 责任就落在你和我身上 所以祝福你旁边好不好 你和我一起有份的 是我们要一起来去肩负起 一个去持守合一的责任 所以我喜欢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的DNA 其中这一个 在说和人有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视人和人关系是最重要的 Amen Amen 对啊 人关系很重要的 我们这些事 人才是教会最重要的元素 否则你四栋墙有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人的话 所以我们为何教会 我们花上很多的努力 会在建立关系的事情之上呢 其实这么说 很感恩 我们教会已经是很少会开的教会了 有时候可能你听过一些教会就说 哇又有执事会 哇又不知怎样怎样的会 开到你消磨了所有的战斗力 你教会也不想回 要是 我们教会就尽量就是什么呢 我们真是把最保护的时间 放在人的身上 我很喜欢MIG 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要有 Happy Half Hour 真的摸一下酒杯底 聊天的时候 就是最好一个比较交心的时候 你结束了主日 待会出去吃饭的时候 比起你坐在这里 你现在没得聊天 你现在建立不了关系 那些的机会就真实很多 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想说 我们要去努力建立关系 因为人的关系 其实好像你建筑了大厦一样 你要兴建 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但是你要拆位 用什么呢 一个炸药就搞定了 我们要提防 提防那些要破坏 我们人世关系的小老鼠 我想很多的 什么的纷争 疾度等等 其一 我觉得圣灵感有提醒我 不知道你回到很久之下 会不会有时候 也会跟某些肢体 有点牙齿印呢 可能也有的 可能 I get real 笑了 可能你会有些冲突 昔日 有些职愿 但我觉得 我们今天一定要祈祷 学 圣灵提醒我们 有什么恩怨情仇 不可以在主里面摆下呢 有什么仇恨 有什么苦毒 不可以再恩着耶稣 已经接纳了 那么不完全的我们 来彼此饶树呢 所以我们要努力保守合一 第一方面 而第二方面 保罗怎样鼓励我们要去荣耀神的呢 他鼓励我们要去迈向成熟 以爱护面 这里保罗正在挑战的我们的现实是什么呢 我相信保罗的思想也很更新的 他很明白我们日后耐久的时候 人们回教会普遍的问题 可能就说 我们有时候回教会久了 可能难免觉得回教会也好像变成一种娱乐 一样 好听点 就是一个熟灵的娱乐 我曾经真的听过顶尖部这样说 翻教会好像唱卡拉OK 是吧 唱诗歌有个歌词你跟着唱 不像唱卡拉OK一样 会不会又说 这甚至乎你翻教会久了 会有一套翻教会的艺术呢 不过你留意是哪一个艺 保罗吩咐 我们要去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其实保罗在说的是一种伟生的态度 是一种投入的参与 伟生 试想一下 你去看一出戏 或者你去看一场演唱会 你看完就叫什么 我们叫做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看得好你就会说 哇 真是好 给点掌声 不好看的 你就会周围跟别人说 你千万不要看了 浪费了 是吧 因为你只是一个消费者的角色 但是在教会里面 不应该有消费者 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花生油 现在很流行说 什么是一个消费者和花生油相对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生产者 以及一个自己油 是吧 你登记了做自己油没有呢 没有就快点填了 我们要成为在主里面一个的自己人 保罗他鼓励我们要是什么呢 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说其实是我们每一个 记住我刚才说的是彼此互相 每一个都有责任要去接受装备 从而可以承担性供 一起来做起侍奉的工作 这个精神其实正正是抗衡着 今天都洗掉我们的脑子了 一种的消费主义和个人的主义 今天活着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 以及我们常常争取个人很多的利益 我们会说 我们要捍卫个人的利益 是吧 我们要为个人争取最大的权利 你什么时候会听过人说 我要捍卫我的责任 我要争取最多的责任 是吧 没有啊 你不会听到人这样说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正正跟我们说 神的子民 你在教会里面 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并存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en 你不可以单单单只是回来 叹你不会付出 那些叫大食懒是吧 保罗鼓励我们 要去投入 要去委身 所以我很喜欢 美国金乃迪总统一句话 他这个精神代入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很好的 他昔日鼓励他自己美国的子民 他说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意思是说 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 应该去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付出什么 将这个精神代入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说 不要整天一边问教会可以为你做什么 应该问你可以恩赚爱我教会是吧 你去为教会付出什么呢 Amen 不如你问问问你旁边 你可以为教会付出什么 要是 你真的要回应 不要只问 不认识 铺上Facebook 让多些人知道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 起码一个很简单的行动要去做 要是 真的作为一个爱我教会的自己有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存在一种这样的想法 我可以为我的家 去摆上多一点的什么的话 那就好了 而保诺他的说话 为什么可以鼓励我们要承传圣徒来接受装备呢 其实这种是心态 是我们内在的转变 有了这种的想法之后 我们也要有外在实质的配合 就是说你空有一股的冲动 我很想去服侍教会 例如你说 很想去做台上Vocal的和畅 但谁知道你五音不全 你唱都走音 这样也不行吧 你有了一个心态 又要有外在实质的技能的提升才是 所以为什么保诺鼓励我们 就说要去承传圣徒接受装备呢 否则你只会越搞越和而已 为着我们这个成长 是为着我们能够得以受装备 更有效来服侍教会 所以在我们的家当中 我们敬拜会的DNA之一 就是一个家长式的关怀 恩着我们需要去成长 恩着我们需要去接受装备 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就有着我们的家长 很有趣的 我们教会就不是叫做组长 虽然我们也会有这个名字 但我们主要可以说是 家长家长的多一点 因为我们昔日敬拜会最起初 都是由我们创会的长老 一对一对的夫妇 在一个家的形式当中创建起来的 家长以一种为父为母的心 来到去牧养 在我的成长里面 我很感谢我熟灵的爸爸 蔡伟 阿豆 由Day One开始 他已经在牧养我 照管了我 借你的掌声 多谢阿豆 我多谢阿豆 由Day One开始 一路教练我 又什么都不懂 回到来 就是一块饭 教我看圣经 教我弹吉他 阿豆教过几堂来的 一是 他为我去预备很多侍奉的平台 助我成功 特别后来 我们去到一些堂会之间的合作 笑不更事 搞出了很多大头佛 阿豆在背后 又帮我去收拾一下那些烂摊子 那么我多谢他 很多的片段 我病了 他走来探望我 走来关心我 真的是全包的 又教我怎么去结婚 到我结婚 就是 你帮我做婚前辅导 到我结婚了 曾经 夫妻关系不是很好 他教我 你怎么做好一点 很多很多的片段 其一 我分享一个 我说 都很多年之前 我们在新加坡 有些探访交流之类 结束了所有日间的活动 晚间回到酒店 分享完 十一二点了 结束了 最后才跟阿豆说 阿豆 你可不可以用我的祈祷 我不知道阿豆记不记得了 记不记得了 一期 就两三点了 就没有睡觉了 我很感谢他 在我生命当中 有着属灵的父母来照顾着我 以至乎 其实我都还要学习 我都去学习 在我照顾小羊里面 我都学习一个维护的心肠 我记得多年前 有一次在晚上 十点多钟 有个小弟兄打电话来 阿光阿光 你可不可以出来陪陪我 换着平时 我立刻一定会说不 十点多 老板 但他下一句说话立刻触动我 他就说 我爸爸刚刚死了 你听到这句说话 立刻换衣服 要飞出去 那些 原来爸爸长期的颜症当中 那一刻就过世了 我第一次去探访是这样 有活人和死人在场 也挺害怕的 不过OK的 因为都认识的 去到安慰家人 最后带小朋友 完了 吃多个麦当努 再送回家 都是一些小小的付出摆上 我感恩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好爱的牧者 所以如果你身旁 有你的牧者在的时候 不如你给他掌声好吗 说一声的多谢 很多谢其实他们 摆上他们的照顾 其实是真心的 的确我们教会里面 有很多牧者 我很欣赏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一起建立这个家 不过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迈向成熟完全 这个地步的旅程当中 其实难免我们也有很多瑕疵 而当我们每个人 都如箭珠一样的时候 其实最难实践 保罗刚才那段经文 对面一个教导 很可能就是那句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有没有试过 真的被人用爱心说诚实话过你呢 但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有福气了 要是 有些人这么说 他就说 人在教会里面 其实 经常是彼此说一些 很表面的说话 互相的功功为为为为落落 很肤浅 很虚伪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 《我在教会学懂了虚伪》 我又会觉得这个 又不是虚伪的 这个是在说大话的 然后他举自己一个例子 他这么说 有一天下班之后 真的累得像蟹 回到教会 但因为不想被人逮捕 说不投入 又免得过分流露自己疲倦的需要 惹来关心 他的字眼就是这么说 于是他就很勉强地投入 当晚的茶经 那些话剧演出等等 我又去想 为什么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面 还不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 真的流露一下自己的需要呢 什么得来还要套上这么多面具 那就很辛苦了 我又和你分享我两个最近小小的片段 有一天早前 在我们星期六 周六下午崇拜之前 两点左右 两点半开始 有个组长走来 很趁热地找我 说说 哪个组员有个女孩走上天台 我立刻警醒 教会在顶楼就有好处了 要上去方便 那一刻我很害怕 我立刻向着 组长 我立刻立刻立了一个女学心 冲了上去 幸好我在楼梯 转上去的楼梯 我找到组员 我们立刻包围着她 免得她再走上去 我们就关心一下 跟她聊天 那一天 其实我原本要做崇拜主席的 不过我觉得 有什么所谓 到我分辨到都觉得 是平静下来的 我WhatsApp和公伴 急症 摄位 麻烦 扔下一个什么主席去吧 互相补位 我们花了大半个崇拜的时间 我们真的慢慢要跟她聊 最重要是拔回去 带回去 好好地分享和祈祷 到早前 我另一个小组 有一次也是 敬拜完 玩完的游戏 都要坐下来 分享信息之先 又有一个女孩 爆哭着 冲了出去 这次不是冲上去的 冲上去 冲上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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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跟祖长说 喂 走 还坐在那儿 冲出去 立即吵到一个女孩 又是走下去 捉住女孩 在楼下如成 又和她分享了整个下午 少什么做 扔下就行了 有其他队友接手的 回到来 如果我们还要收拾埋埋 其实很辛苦 不是叫你夜夜情绪爆哭 你都要学习有好的情绪管理 你会成长的 但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家应该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 可以一起来到经历成的地方 人是最优先的 少什么做 所以很紧要的 放下我们的面具 所以如果说 翻教会久了 可能我们真的会变得虚异的话 可能有一点我觉得认同的 就是说 有时的确在我们的相处里面 你见到彼此有些瑕疵 有些问题 你不带着爱心去提醒 不用爱心说成实话 仍然说 哎呀 挺好啊 挺好啊 可能这个的确是虚异了一点 是吧 你有没有看你旁边的人不信眼呢 OK 我不要举手啊 会有的 老老实实 是吧 不仅是人 可能你会对教会都有些意见 但是怎么做呢 保罗鼓励我们 你去凭爱心 去说实话 我想问你 如果你看见生命有些问题 你不提出 容氧去 继续错下去 这个的爱心是真实的 还是你以爱心说实话 是更有爱心多一点呢 你明白的嘛 我又很欺负了一次 我真的这些经历很好笑 跟一帮弟兄姊妹坐下吃饭 吃饭的时候 那是最好建立关系的时候 真的会聊天的嘛 那就是同台几个姊妹就说话了 那叫我呢 首先我很惊喜的是什么呢 我只是以为男生会走到一起 说女生的了 怎么知道那帮女生走到一起 都会说男生的 那帮姐妹不算说是非的 那他们走到一起说 有一次小组派对 派对会吃饭 吃披萨之类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哪个哪个男生呢 只顾着自己吃的 都不帮忙遮一下杯碗 不遮一下叉给人的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是不是你也说过这样的说话 MG 首先我立刻树起耳朵来听 我发现 哦 原来那些女孩子 是这么小眉小眼 去留意这些东西的 不过最重要是下一句 说完这句之后 他们说的这句就说 那我选男朋友 都不会考虑他了 哇 这句重要了 这句说话一出 我以后我经常看那些男生 喂 不要在派对的时候 惯着自己吃 serve一下人 免得你找不到女朋友 哇 这句一出 他们就很受乐了 要是 我用爱心说 诚实话 我不想你没有女朋友 要是 这是一个搞笑的例子 真的 我几次完了崇拜讲道之后 下来完所有的服事 有些姊妹走来跟我说 喂 说说说 你那天里面有些东西 说得不太好 有些说话 有些表达 不太恰当 那我感恩 多谢弟兄姊妹 你给我诚实的一面 你做我成长 你不告诉我 虽然我大胆我会知道的 因为我一定会回家听我自己的讲道 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东西 不过你告诉我 你提升我的内疚感 我会回去好好反省 好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应该有一种的胸襟 可以互相提醒 当然 你也要去分辨一下 你很想说的 所谓的诚实话 是属实 还是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呢 你便留心一点 不容易实践 不过我们要努力 以至第三点 宝罗他鼓励我们 要以联络合适 各案各职 来去荣耀神 宝罗这里说的 他说要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他 联络得合适 达着各案各职 挑战我们的现实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教会 我不可以就这样信主就算了吗 甚至乎他再进一步去问 为什么要回家序小组 可不可以网上回教会呢 反正现在互联网这么流行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说的DNA 是小组教会结构 你把这个小组 改为一个家序结构 其实也是恰当的 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家序 作为一种的形式 家序小组是我们最基本 被牧养和训练的地方 让我们在当中接受到家长的牧养 和让我们是一个侍奉的平台 这么说 你以下只要学习大敬拜 你不会立即走上来 取代到阿齐的位置 你不会立即上来 取代到Vivian和Gary 你就先在家序小组里面实践 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面对刚刚说两条问题 我想先回应第二条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在网上上回教会 为什么不干脆 我们在网上聚会就算了 反正现在这么热 就是VR了 不如我们做个VRTPA 虚拟敬拜会行不行呢 我想问一下在座 今晚的人可能会多些了 昨晚的小年轻人的戏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试过在网上 虚报个人资料 例如那些讨论区 或者打游戏 连关系都变得很虚拟 那你喜欢一个虚拟教会 那你就有虚拟弟兄姊妹了 我又很不喜欢这一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我生日的时候收到虚拟礼物呢 那我就不获高兴了 你想你了 不行的 保罗叫我们要连于元首 首先我们连于基督 我们第一 为什么说爱神优先呢 你要先和耶稣基督有个结联之后 就要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 就是彼此互相的结联了 而这个结联 你必须要在家序小组里面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甚至乎问 可不可以指主日不回家序呢 倘若你说你的工作有些限制 的确令你回不了 那没办法 但否则你其实都鼓励你 你应该两样都要回家序的 主日你来到回家序是喂养 对 但是在家序小组里面 你能够有更多付出的平台 比此建立关系 这个更好 更何况我们第二点里面说 你要接受家长式的关怀 你没有一个家 何来有家长呢 你没有一个家 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那不可以的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 建立你自己家序小组的网络 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支持 你的支援网 Amen 刚刚三点 很久鼓励我们 我们以外人 结联一个合一的教会 亦一起互相的相助 去建立教会来到荣耀神的名 相信大家都不难明白 我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 来到今年 我很感恩 2017 我相信会是我自己一个很不同的一年 因为今年我会升级做爸爸 感谢薛 Amen 多谢大家 你这个反应就很适合 你这个反应就很适合 好像你自己家序的添丁一样 对吗 就是我的事与你的事 这个就是一家人 我的确我很感谢教会给我的支持 每一个弟兄姊妹 其实我去回想去年年初 大约1月这个时候 我和太太去完一个旅行回来 再一次来到发现 离京了 就是说怀孕不成功 我们两个很不开心 我们一起抱在梳化上 一起抱着 很不开心 等了很久了 今年我们结婚第九年 期待了很久的小朋友 但是去年里面 我们接受到额外更多的弟兄姊妹 给我们的支持鼓励 我特别很想多谢 Diamun 你给我们的守望 Grace 老鼠也是 你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我的领袖们 给我的关心 大家有代讨 我昨晚完了晚堂走的时候 崇美 也知道是谁的崇美姐妹 她也走来跟我说 我也是为你祈祷的 我心想 我和崇美 就完全不选择了 也有份来说我祈祷 我很感恩 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很不容易走过 以至乎 当我们发现真的有了 有那么多的资源一起轟炸 我会很开心 家里现在的宝宝衣 多得不得了 这个就是一个家 以至乎 回到教会20年 在这里 大家每一个 就是我很亲爱的家人 所以愿意在我们现在爱我教会的里面当中 我们都更爱我们比赛每一个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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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起立 来吧 麻烦见拜队 不要走 在你回到教会 也有那些日子里面 有哪些人 哪些事情 你是满心感恩 让你好开心 好深刻的呢 哪些人 你好想再一次 多谢的说话 不怕多的 再一次都跟他说一声 多谢 你很想再一次来欣赏他 或者你很想鼓励某些个肢体 但这个时候我想你去想一想 可能在你的家序小小当中 可能是教会的领袖 给过你的探访 给过你的支持 当你想到的时候 如果我们为了这一切 我们再一次都开声 献上感恩的祷告 这不是八八将 我们接受到每一个的关心 其实真是出于爱 一份爱心的行动 我们来到去开声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来开声 主要我们多谢你 为了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我们受过很多的祝福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能够成长成为今天的我们 这个都不是必然 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 夏利亚 为了有些人关心过你 在你生命里面 留下一个美好的足迹 你献上感恩给我们的神 多谢主爸爸带领到我们 回到你这个家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不断有成长有改变 夏利亚 你的圣情改变了很多了 你学会怎么去做人 怎么去爱人 夏利亚 这些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献上感谢 夏利亚 顶线开声祷告 夏利亚 献上感恩给我们的神 以至我让我们动得 成为一个感恩的儿女 多谢主耶稣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家 给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父母 夏利亚 每个关心他的拖大 夏利亚 我们多谢你 夏利亚 七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当我们回想起的时候 都会觉得甘甜 可能虽然有些人 的确令到我们有点的头痛 哎呀 有些不开心的也好 但是神今天也都愿意 一份瑶树的能力充满我们 将一份瑶树 复和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 以至主要让我们能够 互相修补 也都继续建立一个 合一荣耀神的一家 夏利亚 爸爸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一起以一首 一个好听的诗歌 其实一首是互相送赠 给对方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 夏利亚